Seaman就想問一百一零小米 他就說究竟是不是見頂呢? 長遠怎麼看? 他說怎麼看小米會不會取代聯想? 因為他自己個人就挺喜歡小米的 也有用他的產品 但是就說為什麼這個股價就彈不起? 反過來我選擇聯想多點 我想這樣說吧 小米其實他也有些問題 大家會有些擔憂 因為有幾件事 第一件事 其實他的股價昨天那一刻跌得這麼厲害 有些說法就是OPPO有造車 因為他有造車,OPPO有造車 但是其實造車現在每個都做 甚至之前的時間華為都做 但是他的股價其實很大 那時候的影響沒什麼 反而我覺得印度的疫情那個情況 是對他的衝擊真的大 因為其實你看回小米本身 大家也知道他做手機那一款 其實他的手機 哪些市場做得比較大的市場 市場的佔比呢 一就是西歐那邊 就是西班牙、葡萄牙那些 他的佔比很大 第二就是印度市場 所以印度其實你現在這個情況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對於你說小米那些 因為他的業務的發展有變數的 其實是有的 反而你第一轉做車那些 講真句 我又不覺得那些造車 就是短期會對於他的股價 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反而第一轉呢 可能有的 因為其實正如剛剛提升到 你見證是越大了 所以其實小米我覺得他的股價 就是你說現在這一陣子 有沒有一些比較正面一些的消息呢 也是沒有什麼的 所以變成他的股價為什麼這麼弱呢 就是這樣解釋 還有因為本身以往呢 其實這隻小米呢 有幾樣東西的 一 這些筆水撐他 第二就是說 公司在過去這一段的時間 不斷回購股份 其實他兩一點都不低的 所以變成現在的股價 就是反而頂著 如果你有貨的話 他會回購股份 都還要撐得住的 但是問題是他的前景方面 就似乎就比較多一些 後來呢 他跟我說說 他沒有貨的話 他沒有貨的話 有貨的話 他要貨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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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